也蠻久了,自己出來也挺久的,就工作很久了,希望可以讓自己努力一點,然後看看日後能不能夠有什麼樣子的一個發展的空間, 然後也算是為自己的工作慢慢地做一些調整的轉型吧,因為總是不能就是一直怎麼下去,還不能一直靠著別人呢,我覺得也要靠自己,我覺得會幫助你持續轉變。 那這個決定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做的? 呃,其實也就是前幾個月吧,然後跟公司有討論,我覺得公司是挺好的,就給我很大的空間,就安排在這裡。 那有那個消息說是因為你不滿公司很多大戲裡面沒有安排你的角色?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來講對公司也是不公平的,因為從前進來到到目前為止,公司持續都一直在問我,公司有開戲的時候,包括每一部的電視劇都有都問我的時間,然後包括我也是網那些都有去實施。 只不過有時候真的很多是因為黨旗或者是一些其他人沒有辦法接,所以不能說公司完全沒有幫忙安排工作。 因為我自己我自己就是也比較挑,就是如果不能各方面都配合的話,那我覺得大家不要勉強。 嗯,那比如說公司... 其實這個完全是兩回事,工作歸工作,工作是我覺得是以後的幫我的工作,再做一些更完整的規劃。 那跟現階段這東西完全是兩回事的。 嗯,謝謝。